这儿人这么多扎堆了 咱们下去看看情况 怎么这儿都扎堆了呢 肯定是连杆子了吧 看就你一个儿吓唬这个 可以啊 钓多少了 钓这个三十斤 三十斤 对 肉夹馍 对 只是纯几鱼 纯几鱼 没钓着鲤鱼 钓两个 钓两个 可以啊 不过这地儿我也揍不下了 咱们往边走啊 好 鱼多大 半斤六斤两 让我摟一摟 摟一摟啊 不介意吧 勺勤点 给人家下面有些钱 水钱啊 我的天可不然 大大大大大大 不止二 不止三十几吧 少不了在四十斤了 高手啊,你尝尝不辣啊,发现你钓鲫鱼 钓鲤鱼看不见它 只有钓鲤鱼才能看到这个 咱们在旁边找位置 咱们今天在这钓啊,我分析了一下 这种混养坑啊,是最有挑战性的 包括这次放了个鲤鱼 是鲤鲤杂交,工程鲤 今天选择一下用鲤鱼饵料 加一些腥味啊,咱针对一下这只鱼 就不像大哥那儿了啊,挤鱼饵料,颤红铜了 咱们今天纯面 来,先开 咱选用这个黑坑红鲤鲤一号啊 它比较腥 打成这种湿散状态 然后呢,再配点这个摄香米 20%就行 来,加水,0607的水 迅速搅拌 好,让耳料吃水五分钟 到点了哥,走啊 这鱼是不是得回啊 不回,不回 不回,带走啊 这是经典,都非常聪明啊 回老板是陪的 自己带走才是赚的 一会儿咱看大哥钓多少 说三四十斤,肯定很多 正好接人家卧子 对啊,它走了,肯定接得卧啊 刚炮两个儿,正好接人家卧 行 一会儿搬过去 先看下它鱼货多少 是不是,过过严严 绝对是坑冠吧 哇天,三十斤不止啊 这有五十斤 五十斤是吧 我跟你说三四只斤不止 两条鲤鱼是吧 两条大鲤鱼 起的全是鲤鱼 三条鲤鱼 来来来,往里倒吧 不行啊 我给你倒入这个口 装的弯物,装不弯吗 先踢起来,加水 就装这个 踢,踢,踢 踢,踢 踢,踢 哎,这装一半 可的嘛 来来,这个再装一半 把它拉上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一共三条鲤鱼 往上踢,踢吧 哎呦,这来进货来了 这是纯纯进货 快走吧 别让老板看上了 老板看上了 就把你们拉入黑名单了 以后来不收费随便钓 钓完之后鱼给我放回去 就跟你们一样 哈哈哈哈 哎,我跟你说你做这儿还好一点 这样这个地方口味多的很 那个地方,哎,看到没 就在那坑里面 啊 走了 现在都有泡 那坑里面 啊,你啊 嘘 再往右 对对对,哎,就在里面 再往右 就在里面 这么讲究 哎,这块鲤鱼还多呢 他妈批的 好几条鲤鱼 好几条鲤鱼 他妈批的 他妈批的 好几条鲤鱼 他妈批的 好几条鲤鱼 好几条鲤鱼 刚才给了一口 你钓的我走了啊 走吧哥,慢点啊 你俩慢慢钓 我钓几条你剩的鱼 我钓几条你剩的鱼 你放心 绝大多了 哈哈哈 下去有口啊 有口有口有口 刚扔下去 点了一下 一般高手都是这么钓鱼的 哎,左手拿个耳 右手拿个耿 就这么走 哎呦,我天 来了 哎呦,别进去了 快快下壶 还是边上好使啊 钓大爷的漏网之鱼 吃人剩下的 也是香的 我们接住大爷这个窝呢 上了两条 跑了一条 大爷就在这草边上 离岸边一米的位置 钓了五十斤 什么概念 一百条 够累的 但是大爷钓鱼有个秘诀 这耳钓永远在手上抓着 就怕你们把这耳钓学会了 偷走了秘方 就是说高手钓鱼 这耳钓啊 不离手 报秘 算算算算 来来一块钓 一块钓 一块钓 咱俩是一家 咱俩 对付老板 我经常叫老爸盼 这不干净来 一钓一钓不来 干净来蹭个五 哎 主要是这个 我也学你的主 我也干你乱上 对 神不离手 神不离手 你这个耳钓放到别的地方啊 第一是别人能把你的秘方偷走 第二是这个温度啊 降低了耳料的温度 鱼也不吃 放到手里边 对用你的体温 去把这个耳料啊 保温一下 然后鱼喜欢吃这个温的耳料 你看为什么喜欢吃虹虫 虹虫活的呀 它有体温 知道了不 对对对 啊 忽悠跑了 忽悠跑了 正正悟 教你两招 你看你走啊 我从从钓钓鱼这个行业 十个月了 都是经验 都是经验 来了 哎呀 猪了 真有吧 还在边上来都 这个大飞它呀 天气来了 我这个鱼黑乎乎的啊 哎哎哎别蹦了 你摘钩 哎十二点钟 快快快快 啊 进去 啊 下雨了 最后一干 来个收干鱼 我要突破三条 大爷给我下个诅咒 说我钓不过三条 我不服啊 在里边翻了一下 起伏的鱼都不开口 哎 回给这一口 挂草上了 那算了算了不钓了 不钓了 马上要下雨了 天黑了 这是大爷说对了 确实就钓了两条 大板几 值了回去给媳妇熬个汤 鲸鱼豆腐汤 美容养颜 大爷今天浇了五十 掉了五十斤 咱浇了五十 掉了差不多有一斤 有一斤 有一斤 这个半斤多 这个三四两 没虫子 用这纯面 哎呀算了吧 天黑了咱们收了啊 下期见吧 拜拜